笔电的散热膏要怎么换? 今天因粉丝要求更换Asys TUF-F15-2021 让我们用简单6部将CPU温度降低10度 轻松提升笔电运行效率 笔电散热膏更换升级教程 都在主页教学合集 也可在评论区提出你的型号 欢迎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第一步,事前准备 笔电更换散热膏所需工具比较多 除了散热膏与清洁擦拭纸之外 有了拆解小工具可以让你示范功倍 若不想分别采购 可以在主页或评论区 直接购买组合套装 第二步,拆机可与电源 拆电脑前强烈建议先洗手 或是戴我们的手套 防静电手环来消除静电 笔电背面朝上 用BH型型号螺丝刀 底盖上共有15颗螺丝 其中有7颗长螺丝和7颗短螺丝 依次移除 还有右下角为1颗防托螺丝 引松即可 这边建议使用磁性收纳垫 避免螺丝混淆或遗失 准备好撬棒 从机身右侧插入撬棒 撬棒插入后 上下撬洞 推更容易打开底盖 打开底盖后 用撬棒将电源线拔除 将接口上方的金属卡扣向上推 用撬棒顶住接口两侧向外推即可拔除 拔除电源后 记得按住电源键15秒进行放电 第三步 拆散热器与清除就散热膏 移除两侧散热风扇上的两颗固定螺丝 移除两侧屏幕转轴金属片处的六颗螺丝 住 本机此处遗失了一颗螺丝 打开笔电 即可将屏幕转轴的金属片掀起 移除下面的两颗螺丝 移除右下方的屏幕排线 按照数字顺序 依次移除散热模组上的八颗螺丝 这边特别要注意选择品质好的螺丝刀 如Cooling Monster Combo 01 并且在拧螺丝时 螺丝刀垂直与水平面施加压力 以避免螺丝滑丝 双手抬起散热器两侧缓慢施力 即可卸下散热器 拔除两侧散热风扇的电源线 移除风扇 为了更有效率清理救导热膏 我们推荐使用Cooling Monster Clean 01散热膏清洁擦拭纸 若怕弄脏手 可以戴上我们套装附赠的一次性手套 这里可以看到 经过常年累积的使用 散热膏已经变干 散热效果也有所下降 需要及时更换散热膏 再将散热器上残留的散热膏擦干净 第四步 清理风扇灰尘 我们使用防禁电刷和压缩空气进行清理工作 移除风扇 使用防禁电刷 清理扇液和散热膜组上的灰尘 使用压缩空气记得要隔一小段距离 以避免一体喷出 使用压缩空气能清理细节 显著提升清晦效率 第四步 清理 上述清理工作完成之后 别忘了清理背板上的灰尘 第五步 涂抹散热膏 这里我们使用了 cooling monster cold 01高性能散热膏 散热膏过多过少都不好 适量挤一点即可 也可以直接使用单点式涂法进行涂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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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抹散熱膏時,需要將刮刀用力下壓抹平 倦孔仁 注入硬材 第六步,装机 接下来按照远路依序装回 将风扇复原 放回风扇 插回两侧风扇的排线 锁紧两侧散热风扇的螺丝 轻轻放回散热模组 先按照数字顺序依次 将散热模组的螺丝拧至七分紧 等全部锁上后再拧紧避免过多硬力 插回屏幕排线 拧回两侧屏幕转轴上的螺丝 最后将电源线插回主板 按下电源键开机检验正常 盖回笔电后盖 盖回笔电后盖 扣牢卡扣 拧回笔电后盖 扣牢卡扣 拧回后盖上的全部螺丝 关注我 告诉我你的笔电型号 我来帮你让它重获新生 好